社区通讯职副总监拿督伊斯迈 前几天指控国盟密谋敌败行动 推翻现有的政府 闹得满城风雨后 结果遭到巫统最高理事拿督补爱 质疑背后的动机 促进重组这个政府机构 通讯部长法美今天坦言 他或多或少认同补爱的看法 自己也有同样的计划 请不吝点赞 法米出席内阁会议后 召开记者会时说明 据他所知 迪拜行动并不是源自伊斯麦的原话 而是在几个聊天群组流传的讯息 这些讯息被指出自伊斯麦 法米认为日后有必要加以协调 免得事情重演 不爱今天在脸书发文 不但质疑伊斯麦抛出指控的动机 还批评对方肤浅 认为迪拜行动是个愚蠢的课题 社区通讯局应该专注 反击走后门夺权的课题上